烏克蘭一架軍機聚毀,最少25人死亡,兩人受傷 飛機殘骸冒出紅紅火光,離遠都見到大量的濃煙升上半空 消防到場之後,不停向殘骸射水 聚毀的安26型軍方運輸機,當地星期五晚上,載著20多人 飛至東部哈爾科夫的時候,在一處城鎮附近聚毀 有報道說機師在事發之前,曾報稱一個引擎失令 空軍司令部就說,軍機是在降落時失事 又說機上面載有空軍大學的學員和機組人員 國防部和參謀部已經派員到場線後